大家好呀,马桶人第64集终于更新了,这集时长1分17秒,非常疯狂的一集,有很多隐藏剧情和彩蛋,我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,这集推出了全新的巨型变种马桶人,马桶人的阵营又增加了一元猛将,泰坦音响人和泰坦监控人能不能搞得定呢? G-Man老萌生散,这回又用了什么狠毒的计策,这一集当然少不了神秘特工,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,神秘特工的样子,这期视频相当激烈,如果您不想错过任何秘密,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,视频开始,战士响起,风火阵门,爆炸声,不绝于二,许多监控人四处逃跑,完全顾不上身边的普通马桶人,突然,一个全新形象出现了,一个巨大的变种马桶人战车, 我们可以称它为真空战车马桶人,作者在更新第64集前,透露过一张图,这张图就出现了这个新变种马桶人,可是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头部,身体的话只能看着两个地方进行猜测,而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貌,它的身体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烤箱,里面不仅有火焰,还有非常多转动的电锯,把联盟成员连同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,用电锯搅烂最后,再用火焰焰烧掉。 不分上恶,好坏通吃,这种攻击方式实在是恐怖,很不幸,一个放映人被吸进了真空变种马桶人人的身体里,引发了剧烈的爆炸,应该是被摧毁。 左边有一个监控人特工非常的机智,他知道自己已经逃不掉,于是就用身体紧贴着墙根躲过了一截,同样还有一个细节,注意看车的旁边是一个马桶人特工,当巨型马桶袭来时,这个普通的马桶人特工也卷入了进去,被摧毁了。 新的变种马桶人,根本就无视自己人呀,连自己人都不放过。 我们来仔细观察这个新变种马桶人,他拥有12个车轮,是一辆体型非常巨大的马桶战车,而且是用喷火器进行助推,行驶速度非常的快。 这辆巨大的电锯焚毁马桶战车,在战场上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,无视任何作战单位一律全部被摧毁,再补充一个小细节。 注意看这个地方,竟然有一个监控人特工,他在这里在做殊死抵抗,最后他能不能获救呢? 稍后大家就知道了,而我们看一下芝曼的样子,和在第62集中是一样的,并没有进行升级改造,而且他并没有攻击战斗, 而是在观察战场的情况,因为他在密谋一件事情,接下来他要进行一场暗杀行动,暗杀的目标就是两大泰坦王,让我们继续看下去,两大泰坦王前来狙击,泰坦音响人从战场的侧面出现,用激光炮进行射击,泰坦监控人现身,用大锤子,直接攻击着变种马桶人的脑袋,这一锤威力巨大,巨型变种马桶人立刻就飞了。 泰坦监控人的大锤,之前在第57集和G-Man的战斗中,G-Man可是亲自尝试过,这一锤子的威力把他打得鼻青脸肿,而这个战车马桶人很明显,没有G-Man的抗击打能力强,直接被摧毁掉,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 真正的阴谋刚刚开始,这个战车马桶人的作用,只是吸引两大泰坦王现身,中头戏来了,我们看到,G-Man和一个新型变种马桶人出现了,G-Man却偷偷溜走了,这么简单就把队友出卖了,真的是猪队友,他脸上的表情,让人感觉出有点不对劲哦。 这个新型变种马桶人可以对抗泰坦双王,这显然不可能,明知不可能,为什么还要送死呢?让我们接着看,变种马桶人直接着发射火箭,泰坦监控人用能量防护罩,抵挡住火箭的威力,我们注意看,这个火箭筒爆炸时的液体类似于硫酸一样,所以这次泰坦监控人选择用能量盾来抵挡。 当变种马桶人再次发射火箭筒时,泰坦音响人直接跳到了他的背后,按动了冲刷按钮,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战斗,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?突然在变种马桶人的马桶里出现了,一个定时炸弹,我的天,整个阴谋终于暴露出来,这个新型变种马桶人将变成定时炸弹。 G-Man想用这个定时炸弹,暗杀泰坦双王,眼看就要爆炸的时候,泰坦监控人当机立断,抱住了这个定时炸弹飞向了远处,接着在远处引发了巨大的爆炸,泰坦监控人能够安全地处理掉炸弹吗? 我们的担心多余了,泰坦监控人很快就返回了,这时四个飞行马桶人想要在背后偷袭,看到定时炸弹的阴谋失败,转身逃跑,没想到一个发光的物体将四个飞行马桶人全部被摧毁,原来是泰坦监控人的激光手指,这个激光手指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这个功能,只不过一直都没有用到。 当我们回看第23集中,监控人科学家们正在给泰坦监控人进行修复改造,这个时候马桶人大军袭来,在这一集中,泰坦监控人就是用激光手指摧毁了这些马桶人,在第64集中,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攻击手段,而且大家注意看,泰坦监控人的两只手臂好像都配备了激光炮,在之前和骨头机械马桶人战斗的时候,激光炮喷出到硫酸导致爆肺掉, 这次又得到了升级改造,监控人观察员对泰坦监控人竖起大拇指,表示敬意,泰坦监控人同样竖起大拇指进行回力,接着泰坦音响人伸出手,在泰坦监控人的头部摆动了两下,泰坦音响人的意思是,兄弟,现在不是互相称赞的时候,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 他用手指指向了一个方向,泰坦监控人也看了过去,或许发生了非常危急的事情,他们很快就飞过去进行支援了,而那里到底有什么,发生了什么呢? 我推测应该是看到了科学家马桶人出现了,或许科学家马桶人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,声东击西,正当泰坦双王因为胜利洋洋得意的时候,马桶科学家可能带领着他的马桶战队,在另一个区域发起了猛攻,这是我个人的猜测。 第65集更新后就知道答案了,请大家先在评论区打卡,为了之后能够找到我的视频,请大家务必点赞和订阅,等第65集剧情更新后,我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加精彩的剧情分析。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差距,当两大泰坦王飞走的时候,注意看这个地方,哈哈,这不就是我们的作者吗? 果然不出所料,他就是神秘特工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他的样子就是作者的样子,他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在战场中,然后又突然消失? 这个角色的意义是什么呢? 接下来,就让我们期待,泰坦双王和科学家马桶人的世纪之战,我们下期再见。